Hello各位,我是國仁 我一直都很想找一個Apps 可以在流動裝置看電腦內的影片 但最近才發現一個蠻好用的Apps Apps的名字叫做Air Video 其實這個Apps已經有幾年歷史 而且很多朋友都會用 每個人都覺得很棒 我現在才知道,都是遲 但也做一次簡單的示範 如果未用過的朋友,可以考慮一下用這個Apps 這個App其實都很簡單 而且有很多功能 免費版也有,免費版可以看完整套 不過它有限制 就是每個Folder只可以給你看到幾個檔案 但收費版可以看完所有電腦內的檔案 收費版也是2.99美元 我用過也覺得挺有趣 所以就付錢買了 安裝了iPhone或iPad上的Air Video 那你需要在電腦上,Mac機也可以 就安裝了一個軟件 叫做Air Video Server 然後在那裏做了一些設定之後 就可以跟你的iPad或iPhone 聯繫上了 需要設定的時候,也需要教學 因為要設定一些Port Forward 又要關閉防火牆才行 做好之後就會很遲 然後呢,進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自己的電腦 然後呢,就... 這裏呢,就是我提供了 是可以分享到的HDD 來的 那裏面有不同的內容 那這些是電腦... 那些片1080P來的 那都OK的 平時呢,有時看電影都會用這裏看的 會用這些檔案來看的 那但是呢,以往就是... 這些MKV檔案,或者AVI檔案 就不可以... 給Apple TV,或者iPad的支援 那這一個檔案就可以了 它不單止可以支援你的MKV,AVI檔案 而且還可以支援SRT的中文字幕檔 那來這裏有一套目擊會 那其實這一個檔案呢 是我電腦裏面1080P的檔案來的 那... 但是它馬上就已經可以看到畫面了 那加上到是1920x88 那... 那... 就是1920x1080 不過它減掉了這個畫面上下半段 那然後呢 它有個好處的就是... 可以... 不需要你好像其他那些... 軟件程式那樣 要你將你原本的電影呢 做一次... Re-Encode 因為這個Re-Encode 你浪費了你... 可能分分鐘... 整個小時 那以後你才去看 那有時候... 我想看一部電影而已 我不想那麼複雜 那一部電影我下載也好 在電影裡面 back up 也好 都已經要時間了 還要再去轉 不要錄畫 那所以呢 最好就是... 它可以立刻就 access到你原本 在電腦上面那個很大容量的檔案 立刻就把它壓小 然後呢... 就在你的流動裝置上看 而壓小之後 那個畫質和音質呢 都不可以太差的 那這個呢 就是最好 那所以它這裡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 Live Conversion 立刻呢 就可以和你轉檔了 那如果你說我不是喔 我想... 轉了才行不行 那都可以的 那它有一個Convert 那你可以呢 轉了到你的電腦上 Save 那這個檔案呢 轉了之後呢 就會是更加適合 給那些流動裝置播 不過老實說我不會用啦 我還是用Live Conversion 那按一下 大概都是等十幾秒左右 就已經可以看了 那而且呢 那個... 中文字幕檔的字幕 繁簡都可以 而且字體都很漂亮 那非常之不錯 那大概... 那它現在已經在 access 我電腦裡面那個 1080p的檔案了 然後呢 還有呢 它還有一件好啊 就是它那些... 簡片啊 拍速跳播啊 那都是很穩定 和很快的 那這個都不錯 那... 那現在可以看到呢 那... 那我可以立刻就選擇了 那大概呢 都是需要用十幾秒的時間 它就可以在電腦裡面 找回那個位置 而且呢 還可以把它轉成一個 iPad 設入體 或者iPhone 設入體的檔案 那我可以按這個 Full Screen模式 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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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可以...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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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中文字幕 是... 不會傷死器的畫面裡面 這個是一個SRT 的另外獨立外掛的 中文字幕 那... 可以在iPad 6上面 看得到的也挺方便 好 那...那... 那...這裡還有啦 就是AIRPLAY的LOGO 即是除了可以在iPhone或iPad上看之外 你还可以经AIRPLAY的方式 传送到其他装置去看 现在我的家里有 Apple TV和MTV7000D 都是支援AIRPLAY的 我只需要按AIRPLAY 然后电视就会马上 就继续播放 我刚才在iPad上看的电视 就是播放机会 大概需要十多秒 现在的传送就是 可以在电脑上 传过iPad 再用AIRPLAY传送到Apple TV播放 而且这个画质 这个画质 老实说 没有1080p那么清晰 但它也被DVD清晰 而且没脱嘴 时间反应也算快 所以我都收货 如果当是简单看的话 也绝对没问题 声音就是2声 就能够到 另外呢 Pause 播放 都依然可以在iPhone 或iPad上 当是遥控的 就是这样做的 来选择片 我要用一下 立刻传送到这里 噢 到这里 立刻 这里就可以 传送过来 但是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又需要十多个月左右 但是又需要十多个月左右 你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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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除了Apple TV播放之外 我们可以试试 另外一个支援AirPlay装置的 MTV7000 我们转过去 转到Apple TV那里 最转的 最转的 是这边 OK 接着按下来 看看行不行 不好意思 噢 不支援的 那这里呢 也点了 那就是说 这个AirPlay的Apps AirVideo的Apps 的AirPlay功能 就只是支援Apple TV 那就不支援这个MTV7000D 虽然是这样 但是这个播放方式 就是说 当你对了之后 其实你拿出街 看 用三支或者四支 都一样可以的 那 如果你将 你电脑的 PIN Code 就是 那个 密码 和它的 认证码 交给你的朋友 那这个朋友 都可以用他的iPhone 或者iPad 去看你家里的 所以 如果你说 想做一个 Video Surfer 给一众朋友 逆街坊 那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Apps 都 挺方便 挺好用的 那 所以想介绍 如果想 试试的朋友 可以试试 试试 试试这个免费版 正好玩才付钱 OK 是这样吧 拜拜